觀眾朋友你好 我們今天再來說年金 不管是長我們專訪的總統府年金改革委員會的召集人 執行長 抱歉 林萬一林老師 又或者是說副總統陳建仁今天接受電台的廣播專訪的時候 整個年改方案是越來越清楚 今天副總統陳建仁談到說第一個18% 兩年要砍一次 怎麼砍呢 如果說這個年改方案立法通過之後 兩年之後18%變成剩9% 在兩年也就是四年之後9%變6% 在兩年也就是六年之後呢 這個6%會變成3% 兩年砍一次 階梯式的要把18%砍掉 第二個部分呢 所謂的樓地板 今天陳建仁副總統也講得很清楚 他談到說不管是用三萬兩千塊 又或者是用兩萬五千塊 總之呢 會設一個樓地板 如果您是軍公教 不過軍因為不在這一次討論範圍當中 特別是公務人員跟教師們呢 如果你領月退的不超過 因為還沒做最後決定好 兩萬五或是三萬二 你領18%的呢 就繼續領 你領多少錢呢 不會因為這一次改革 什麼所得替代率要從九成五降到六成啊 通通都不動 這是第二個重點 第三個重點呢 是說延退的部分 因為老師是七五制 然後呢 要逐年的增加 增加到多少呢 昨天零萬億 林老師也談得很清楚 不會把高中以下的老師延到六十五歲才退 最多最多 漸進式的改到六十歲退休 那另外的部分呢 是希望說其他的職業別呢 可以一年加一歲 這樣子一個做法 還有呢 說 如果你真的體力不行 或是你真的不想工作了 你就真的想早一點退 一年減掉四趴的這個減額年金 具體方案出來了 接下來 包括公務人員 包括老師 包括勞工 包括領國保的這些人呢 他們怎麼樣去回應這些具體方案 第二點呢 很重要是 本來在這個禮拜六 禮拜天要在臺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的國事會議 突然移到總統府 也只剩下一天 也就是這個禮拜天 可是呢 這個禮拜天中午 創設基金會呢 要在總統府前辦韓事宴 又要去抗議 又要辦國事會議 又要韓事宴 會不會有很大的衝突 政府呢 在溝通年金改革 是不是出了一些問題跟狀況 今天再來好好討論 介紹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公務人員協會的負面市長 杜冠冬 杜冬議長 你好 大家好 我們再歡迎是監督年金改革聯盟的召集人 同時也是全教產的理事長 黃耀南 黃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總希望是有各種各式代表 以及不同的來賓來討論共同這個議題 進步公教聯盟的成員 副屬立副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臺灣勞工陣線的理事 之前也代表參加總統府年改會的白陣線 白大哥 大家好 先來看看 陳建仁副總統 陳建仁副總統 今天是怎麼說的 年金改革議題持續發燒 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召集人 副總統陳建仁 在接受媒體訪問時透露 改革原本是要一刀切 可是和總統蔡英文會議之後做了調整 對於特定薪資族群設立地板 分為2萬5以下或3萬2以下兩個案件 18%將分三階段 調降為9% 6% 3% 每兩年降一梯次 陳建仁表示 以65歲做退休的年紀 目前改革的方向是延長退休年齡循序漸進 一年加一歲 如果提早領年金 會配合比例調降年金 提早一年降4% 對於年金改革國事會議濃縮到只有22號一天 地點也一改再改 被外界質疑是黑箱 陳建仁強調 總統府都是光明正大的 總統府做事都是光明正大 我希望這個空間的人 就要有這個想法 有這個心胸 大家來聽別人的意見 陳建仁強調 如果退休年齡延後5年 資料和政府提拨 由12%上升到18% 所得代替率由80%降到60% 匯率適度提高 利率適度的下降 就可以大幅延長年金的壽命 健全整個制度 他也強調 國民黨等團體至今還沒有提出國事會議的代表名單 希望能夠快點推薦代表 一起與會談論 記者陳嘉欣 吳其昌 臺北報導 副議事長 我先請教你 我們先談談談具體的方案 等一下再來談談溝通 你們認為有什麼問題 昨天我們談了很多很多具體方案 等一下我們會再多談 不過今天陳建仁副總統講得很清楚 十八趴兩年調一次 一次從十八趴調到九趴 第二次從九趴掉六趴 然後再來第三次是六趴剩下三趴 有些媒體說那六年之後是不是歸零呢 這目前其實不太能確定 因為還有一個樓地版的規定 如果說呢 你是兩萬五或三萬二 你不達的話呢 即使你領十八趴還是繼續領 所以他不太可能說真的就這樣歸零 不過還是要看最後的確定方案 再來如果你年金一次性的領出的話呢 會給較低的降幅 還有特定的薪資族群 就是所謂的軍 公 教 那軍因為排除在外啦 所以這次應該只是說對公 教 如果說你的月退的金額 不管是十八趴的來源 或者是那個月退縫貨等等的 不達兩萬五千塊 或者是不達三萬兩千塊 通通別人怎麼改 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零萬億 趙執行長 昨天講得很清楚 不達最低月退樓地版的 一千就不跟你賭 一毛錢都不會砍 您先對這些具體方案的看法 是 各位觀眾大家好 有關於這個年金的 年金十八趴的問題 副總統終於提出這個解決的方案 不過站在我們 站在我們軍公教的立場 我們是有些反對 因為副總統他沒有站在他國家元首的高度來考慮這個問題 十八趴是什麼 十八趴是我們的退休金不是利息 大家誤會了 像我現在我退休了 我的退休金就是十八趴加我的退休縫 加起來就是等於我的退休金 那你現在呢 副總統呢 跟那個林萬億呢 他們弄錯了 他們認為說十八趴是利息 他不是啊 他跟 他是我的退休金的一部分 幾個例來說好了 法官在判案的時候 兩個人很像 你就把他抓去砍了 不行啦 你一定要業民正深 他要調降十八趴 從九 六 三這種調降的時候 他要問清楚 十八趴究竟是什麼東西 他的正深是什麼 他的正深是我退休的一部分 譬如說他今天把一次調降九 六 三 好 那請問 我的退休金還要不要再調降 如果退休金再調降的話 是不是就一頭牛 拔兩隻皮 對 拔兩隻皮了 那不是就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認為年金改革 林萬億先生跟副總統都沒有站在國家的立場來考慮這個問題 他們陷入孜孜節節 在那邊算能夠省多少錢 能夠省多少錢 其實治理國家不能這樣 治理國家有時候要考慮 退休金對國家立志的重要性 退休金並不簡簡單單是退休金 他關乎一個國家的立志 所以這一點 我們反對 堅決的反對副總統提的這個方案 我們認為要 就十八趴跟我們的退休金通盤考慮 是 他不可以只說這個減一塊 那個減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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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話會容易傷了軍公教的心 副院長 我完全理解你的說法 是 你認為說十八趴其實就是當初政府為了照顧退休的軍公教 那當初沒辦法用所謂的退府 或是什麼樣的去照顧他們 是 所以用另外一個十八趴 所以這不是純粹利息的概念 對 可是我想請教 如果說 因為這個改革方案還沒最後文字化 是 是 是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就是說 譬如說你領十八趴 對 然後呢 第一次改革你就剩九趴 對 所以你可能 我隨便舉例子 你的十八趴也許一年是十萬好了 隨便舉例子 那十萬呢 本來是十八趴 砍剩九趴就砍對半 剩五萬嘛 對 剩五萬 所以你的整個退休金也許從那個 也也許從十萬變成五萬的 是 這時候你的所得替代率就只剩下五成 就五成了 所以你另外那一塊呢 就不會動你了 對 那這樣你就接受了 不是 這不是接不接受 這是一個概念的問題 就是說十八趴是退休金的一部分 比如你說減了十八趴 那個跟所得替代率要同時來考慮啊 對 如果這兩個是連動的話 這兩個連動的話 當然啦 一般來講 這個退休金有一個最大的原則 大家都忽略它了 就是說 它有一個不受既往 譬如說 假如說今天新招募的公務員 你要給他退休金多少 都沒有問題 你跟他講好 說從今天開始 一月一號開始 公務員進來 沒有退休金了 都可以 但是老的公務員 已經退職了公務員 現在正在扶勤的公務員 你必須信守當初的承諾 假如你不信守當初承諾隨便改 那我請問 那別的雇主的企業行不行 所以在這一次年金改革的討論上面 政府忽略了他雇主的責任 他認為說 他跟我簽訂的契約可以隨便改 這個是不行的 簽訂的契約要改也可以 我們要兩兆來討論 所以副部長你認為說 包括對您這種已經退休的 對 以及對於即將要退休的 這個政府要信守信賴保護原則 是的 不能去動他們 對 不能動他們 對 但是可以去改年輕的 可以去改新的 這樣對年輕人公平嗎 公平 因為我今天跟你講 今天很簡單 我今天 譬如像監察院好了 招募員工 我就跟你講 沒有退休金 可以不可以 可以啊 像以前我們在那個經濟部工業局 他就沒有退休金 他就說 我什麼用人費率 所以國家雇主要不要給退休金 這是國家的一句話 那現在國家退休金 萬一討論這個退休金 他承諾了以後能不能改 我們軍公教所以很生氣的原因就是說 他說話不算話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說 那包括像黃老師這種 他其實在服務那個教職幾年之後 他應該也可以退休 可以退休 他要不要改 要改 他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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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現在開始 一月一號開始改 前面新制就制 所以像我現在領的退休金 就是八十四年以前的 照八十四年以前的算法 八十四年到我退休一百年 照一百年的算法 那現在如果政府改了 現在政府就可以跟那個黃老師講 我現在退休金沒有了 從一百零五年開始 沒有退休金了 你要不要幹 那你可以決定 但是你不可以 對 黃老師你能接受副秘書長這說法嗎 他指的是那個新任的 是 是 是 對 就算你也可以這樣講好 新任的 對 我沒有辦法投移 你沒有辦法投移 對 因為像杜夫民主長講的這樣子 你說不能改的話 我們的憲法如果不好 我們都可以修憲了 可以 那沒錯 那所以說呢 像這個年金的問題 如果呢 我們現在因為不改的話 有可能會破產 那為什麼我們不能像憲法一樣 我們也來修改這個呢 那剛才我對你說 對年輕人公不公平這件事情 我覺得說你沒有去考慮到年輕人的需求 那然後呢 只考慮到說 我的那個退休金不要改 我們不能夠這個樣子 因為年輕人的這一輩 很多最近都有在跟我講 說他們不方便出面來反對年金改革 因為呢 他們還在在職當中 那像我是已經退休了嘛 他們在在職當中 他們會在學校有壓力 在他們的機關有壓力 長官會給他們壓力 為什麼 因為這些長官通通都是可以領舊制跟新制的 是 現在這個年金最大的問題 就是呢 有部分是新制 部分是舊制的這一票 像我這樣子的 佔七成 所有的軍公教退休人口裡面的七成 那你想想看 這七成的人 我們如果不去考慮到另外的 這個年輕的這一輩的退休金的話 我們都領光了 到後來怎麼辦 來 傅秘長 我換個腳步 我覺得要澄清一下 剛剛傅老師講說 新舊制的這些就包含了七成 我想這個是錯誤的資訊 怎麼說呢 因為八十四年 就是改革的 新舊制的改革的那個時間點 那以目前來講 像我們教師來講 大概就是八十四年 以前還在職的 其實絕對不會有超過七成的 所以這個部分事實上 我必須要澄清一下 不會是這樣 現員來講 應該講是純心智 純心智的這個教師或是軍公教人員 是比較多的 傅秘 我剛剛想說 我們先不談對錯啦 我們換個角度請教 你就是說 你剛剛談說 已經退休或快要退休的 不要去改他 因為現在保護原則 是 新進的員工或是從立法過之後呢 政府有權去動他的這些退休的福利 對 那換個角度想 因為其實不管您是 您是從監察院退 我監察院退休 那如果說 像這些資深的老前輩們 是 少領一點 那不要讓年輕的同事們 一毛錢都拿不到 是 讓他們也可以 多拿 合理一點 那你們少拿一點 對 這樣你也沒辦法接受 不是 這個來講 如果這樣講 我當然可以接受 這個沒有問題 因為進入到協商了 是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站在我們公務員 都要依法行政 所以古代有一句話 耳愛其羊 我愛其理 就是說很多人都喜歡哪一頭羊 是 不要殺他 他很可憐 不要殺他 是 但是我們 我們愛那個理 那個制度要保護 政府要不要信守他的承諾 要不要一諾千金 所以以前有一個 有一個人跟大家朋友約會 在橋底下被水淹死了 你說他對還是不對 他可以 他可以離開啊 那河水漲潮了 他可以跑開啊 他為什麼站在橋底下等他 因為 我跟你講 我在橋底下等你 所以即便我死掉 我也在你橋底下 眾然諾 對 眾然諾 其實這個 信賴保護 我覺得啦 是這樣子啦 因為你說信賴保護 就一定要 就不能再改了嗎 對 不能改了 這個法律上有幾個原則 是鐵板一塊 不能改的 但你要改當然也可以改 我舉例來說 數學裡面就五個假設 一是第一個數字 一加一等於二 那你說這個可不可以改 當然可以改 一加一等於三 OK 那就變另一套數學了 那我們法律 蔣老師 中國 全世界立法 就是保護生命跟保護財產 如果不保護生命 不保護財產 我們要法律幹什麼 這是原則性的部分 我再請教一下那個黃老師 那我們回到具體了 如果是按照負面的說法 其實這些方案都不用談嘛 因為根本不能改嘛 對不對 對 那談都不用談 可是你也是這樣態度嗎 應該這樣講 包括大法官七號這個解釋文 他所謂的這個 要法律所謂的溯及既往的問題 剛剛杜副部長有講到 那但是那個部分是 最後的結果就是說 18%這個部分叫做優惠利息 是 事實上是可以有一些彈性的 那但是我現在回歸到這個陳建仁副總統所提到的 就是第一年 每隔兩年減一次嘛 那第一年先減成百分之九 再三年後變成百分之六 再來就變成百分之三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現在是利率是百分之十八 那如果未來降到百分之三 甚至歸零的時候 那幾乎就等於是 如果剩百分之三 就不到兩成 歸零就是完全沒有的 那這裡他當然第二點也講到所謂一次退 那可能再做一個較低的減幅 但是如果說 我們就以這個全部的話 他如果說 比方說他本金 因為純十八%的部分 或是他一次退的部分 事實上在早期是比較多 尤其八四年以前是比較多 到後來就比較少 到現在來講 大概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是選擇這個一次退的 那以這個講到十八%部分 最多的大概就是早期的 八四年以前的 如果說他當時退的時候 假設有三百萬 十八%一年五十四萬 就像前幾天那個林老師 類似這樣 當他減到減半的時候 其實他只剩下多少 剩下二十七萬 二十七萬如果你去除以十二的話 大概就已經到達那個所謂的樓地板的面積 所以他根本也沒有再來減 那這個部分我必要講說 雖然這樣看起來 從大好看那個解釋令來講 可能可以這樣做 但是我必要這樣講 這些人 他現在所領到的這個十八%的優惠利率 優惠利息 那如果因為這樣的處理之後 會不會因為這樣 就造成他生活的困境 這個就變成另外一個 所以這就是第二個重點 會不會變成說這樣處理之後 以後他也要去參加總統府前面的那個韓試驗 是 我昨天也問林萬億 那個政務委員 然後總統府這一次負責年改 其實最關鍵的啦 其實最涉入事務 那陳建仁副總統大概是原則性出來跟大家打聲招呼 我個手 他談 我跟他問說 不是 不是每個軍公教都吃得肥肥的啦 不是 真的不是嘛 我就舉具體數字 我們從好幾個資料去統計出來 真的包括軍 公 教 大概都有兩三千人以上一個月拿不到兩萬 當然勞工等一下我要請教白大哥 勞工當然是很慘 可是我們先不談勞工的部分 可是呢 陳建仁講說 如果是樓地板蓋起來 不管是兩萬五 三萬二 或者是那個 所謂的那個兩倍的最低收入等等的 這些人呢 是動都不動 因此回到剛剛請教復密那個問題 如果砍十八趴 是跟所得替代率是連動的 十八趴 我砍掉你 不管是五萬 十萬 導致於你整個所得替代率減少 那我還是算你的所得替代率 這是一個 第二個 剛剛您談到很窮困的這些軍公教 他就已經有一個很具體的樓地板 我們來看看這個樓地板是什麼 其實陳副總統只談兩個 其實這次備選方案有四個啦 要嘛就是兩萬一千塊 要嘛是兩萬五千塊 要嘛就是兩萬二 或是最低生活的兩倍啦 因為那個臺灣省跟臺北市不太一樣 或者是說這種本縫加幾 這個是三萬二等等的 最後在這個禮拜天 國事會議會定下來 換句話說 那些窮困的軍公教 都不會動 都不會受到影響 這樣還有那個問題嗎 我應該這樣講 他這個所謂的 這個不是指窮困的軍公教而已 因為他這個所謂的樓地板 就是說 當我降下來的時候 你如果到達這個標準 那就不動 是 那所以這個部分 當然他有他的道理 但是我們一直有提出不同的主張 就是說 這樣一個樓地板的標準 是什麼 尤其包括最 現在這個樓地板最高的是三二一六零 是 那是什麼 公務人員的最低階的這個薪資 那我們應該這樣講 如果這個是年金 退休金 那對一個 這個工作了二三四十年的工作夥伴 軍公教來講 就是全部的這個努力都歸零 所以我們覺得說 這怎麼會歸零啊 不是 就是 他是最後一級的嘛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都會怎麼樣 他的職級會隨著你的這個年資跟你的努力會跳級嘛 那以這樣子來看 就是認定說 這些人大概都是統一 就是只能領這個三二一六零 我覺得這樣不勝合理啦 就是每個人工作的這個努力 會隨著這個部分而調整嘛 那你不能說 雖然因為可能再來要退休了 可是這是最低的保障門檻 最後要退休了 你也可以領那個三萬五四萬塊 六萬塊 七萬塊 然後去就是被年改這樣子嘛 是 這個所謂的三萬二或是兩萬五就是 有一個絕對豁免權 不管人家風雨在飄搖 都動不到你 這樣子不合理 應該這樣講齁 其實有一部分的人齁 他是領兩萬五或者是三萬二以下的 他就動都不會動啊 所以他就完全不動啊 所以他怎麼會歸零呢 是 對 那如果照這樣講的話 這個一刀切 那超過這個一點點的就一定要減 是這樣子嗎 那如果按照這樣的話 反而上面的一些人還一減下來還比他低呢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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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是這樣子 你如果是三萬三 你可能變成三萬兩千五 或是最慘 你就是三萬兩千塊這樣子 對 大概是這樣子 不會啦 我再請教一下白大哥 你的看法 這一次年金改革走到這一步 怎麼走下去 我先說明一下 那個金公教是要分開的啦 是 金人 這次要單獨處理 這是我在年改會議 我第一個發言 就是要分開處理 因為他 他拿的不是他的退所謂的退休年金 他拿的是退五年金 金人他是到了一定的期限 他沒有升階 他就是一定要被退五 是 所以他四十幾歲就退五了嘛 所以他是退五年金 不是退休年金 所以他基於國家的安全需要 他也是需要單獨處理 是 所以這一次其實金人為什麼要 有時候為什麼要 要 要配合他們的行動 應該是還不到時候啦 應該要等到他的方案到底怎麼樣的 再來看 那第二個我要講的這個國家強制性的制度 就是保障老年經濟安全 那老年經濟安全 國家的制度不是說給一個特別高的待遇 不是這樣子 全世界都這樣啦 所以我們不必提說 說大法官的解釋是怎樣啦 全世界的國家都只有保障經濟安全 就是說一個基本的金額 國家給保障 保障經濟富裕啦 對 不是說就是經濟安全以上的 那麼有時候要靠自己啦 這個是他們這個設計的理念都是這樣子 所以在國家經濟安全的這個範圍裡面都是個動態的 都是可以調整的 OK 沒有說不能調整的啦 哪有不能調整的話 那這個有時候才那個收支不平衡的時候 那個就是所謂的 不過我們可能一個一個資訊先釐清楚啦 其實這一次年改方案 大家完全那個支持反對都有 可是對於那種真的很弱勢的 所謂的真的很弱勢 最少最少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兩萬塊那個急劇嘛 那也許到三萬二 也許到兩萬五 最少兩萬塊以下的這些軍公教拿月退的人呢 政府已經公開承諾 包括陳建仁副總統 包括林萬億執行長都講說 一毛錢都不會扛 我們來看看這個樓地板的設計是否合理 如果他當年的年資很短 階級很低 一定是很少 是 一定很少 我們在這一次的改革中 先訂了一個叫做基本生活保障 有人說是最低生活保障啦 就是有四個數字嘛 是 我們逐漸要把這個四個數字把它開始做必要的決定 很可能就在禮拜天就給一個數字或兩個數字而已 換句話說 不管是軍 公 戒 現在這四個方案是說 如果你每個月拿不到所謂的兩萬一千塊 就是基本公司 或年終未聞機就是兩萬五千塊 或中低收入的最低生活費的兩倍 就是兩萬兩千塊 或所謂的第一值等的最高本縫加幾三萬二 那麼一毛錢都不會砍 你不會砍 一毛錢都不砍 對 那十八趴 即使是十八趴 我們要承擔 你十八趴說要走路歷史 走到哪裡 沒有走路歷史啊 還是要讓這些老先生老太太們到往生為止 所以傅老師您支持第一個樓地板 您支持嗎 我覺得差不多兩萬五應該是我比較支持的 也不要太高啦 不要高到三萬二這樣 那要看國家的財政啊 如果說國家財政ok的話 當然三萬二也是ok啊 okok 你是說不要太低啦 不要兩萬塊 對 兩萬一我真的覺得有點低 兩萬一有點低 就是最少是兩萬五起跳 對 那你也認為說真的 不管再怎麼改革 不要去動到那種真的領不多的軍管價 對 那好 接下來那領比較多的 不管領三萬四萬五萬六萬七萬 甚至有零到八萬九萬的 十萬的都有 十萬的都有 大動 我認為應該要動 你作為退休的老師 為什麼會你支持要大動 因為啊 動也動到你呢 我知道 我退休以後 比較跟外界有接觸 那退休以前可能真的 我們是蠻封閉的 都在學校裡面 那大家的薪水都是差不多的 可是我退休以後 我出來外面 我跟很多人接觸 我發現 天啊 那個年輕人唸到碩士畢業 他只有三萬多塊 那我覺得說 這個國家是怎麼了 怎麼會唸個碩士 還三萬多 還有我的親戚的小孩 從國外唸了兩個碩士學會回來 那投資報酬率完全不划算 四萬多塊 他媽媽花了五百萬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這個國家 真的是有問題才會這樣子 那我自己的退休金 我在還沒有退休的時候 我是領六萬多塊 是 那我退休之後 我第一次拿到我的退休金 我非常的驚訝 還有六萬兩千塊 我幾乎百分之百啦 沒有到百分之百啦 九十幾啦 可是這個 基本上我一個 一個禮拜休七天耶 那我還領六萬兩千多塊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不合理的制度 傅老師 我完全用另外一個角度請教您啦 沒有任何敵意 你真的認為說 把你退休金每個月從六萬兩千塊 砍到四萬塊 你就會讓年輕人從原本薪水的三萬塊 變成到五萬塊嗎 這中間有連動嗎 這個的話 這是政府的事情 這不是我期望這樣子 而是說 就是說 我們如果拿得太多 然後長期下來看起來的話 我們讓這個領三萬塊 四萬塊的年輕人 來養我們這些 領六七八九十萬的人 餘心不忍 第一個 餘心不忍 第二個 這是遲早就會倒的問題嗎 不見得年輕人會增加薪水 但是年輕人一定會有很沉重的負擔 這個國家一定會面臨倒閉的問題 對 而且年輕人會有沉重的負擔之外 如果我們少拿一點錢 讓這個國家有多餘的經費可以去投入別的事情 比如說像長照啦 或者是幼兒的教育啊 這些 或是改善投資環境啦 對 對 對 或許我們這個國家還有機會 對 但如果把所有的錢或家部分錢都拿來支付這些所謂的退幅的話 對 那我們一點機會都沒有 副民法 對 這個副老師講話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請說 這個國家的利志是需要成本的 不要以為利志不要錢 如果今天講老實話 我今天常常跟朋友開玩笑 我願意當他們校長 我每個月給政府一百萬 滿清就這樣 賣官 所以公務員不需要薪水的 公務員是穿著老虎皮的 哪一天等到以後 你把公務員向官中說了 官院長說 公務員自存退幼金 好 這樣一搞下去 你的利志就敗壞了 不要想經濟再好 有的時候該花的錢一定要花 養生送死之據 絕對省不得 今天我講老實話 警察 你可以給他一個月一萬塊 沒有問題 國家有行政權 一個一萬塊的警察會做出什麼事情來 你們知道嗎 你想像不到 因為你們都在溫室裡長大 沒有經歷過那些戰亂 你到菲律敏去看看 政府可能只給一萬塊嗎 不可能 不是 你現在沒有退休金了嘛 你退休金三萬二嘛 三萬二 你說他一個幹一個十四職人的高官 退休大了三萬塊 你說他在任內他怎麼辦 所以大家都認為利志不要錢 美國的那個所得替代率也是五十九趴嘛 澳洲六十五趴 加拿大是五十五趴嘛 那我們拿得那麼高 不是 美國的所得 你忘了 他有一個基礎年金 不是像我們現在這樣算法 他有一個基礎年金在 所以現在你要這樣想齁 大家 我們現在在這邊陳平冠了 大家都認為利志是 你所當然 你所當然 不對 軍公教是非常危險的一群 杜大哥 我直接這樣請教 你認為齁 這一次照現在這個方案改下去之後 貪污的情形 舞弊的情形 拿紅包的情形 黑色的情形 會大增 會大增 然後譬如說 理由是什麼 舉例來說 因為每個人都很聰明嘛 每個人都要生活嘛 你想想看齁 以前臺大的教授去幹什麼 補習班補習 對不起 你們可能不清楚 我們那時候 臺大教授去補習班補習 都取兩個字 留意啊什麼 臺大醫院的醫生去哪裡 去外面兼差 就是這樣 我們花了好多錢 可是如果他貪污的話 他是連三萬二都沒有呢 是啊 他是一毛錢退休 如果他貪污被治罪的話 這個就是我們就跟公務員講 你好好給我幹 你退休以後 你的薪水跟你現在一樣 如果你貪污你就沒有 不過這是杜關東杜副秘長的疑慮 不過我要請教一下那個黃老師 我再換個角度啦 我回到馬上登場的國事會議來 是 禮拜天就要國事會議了 禮拜天呢 剛好 中午人家要在那邊辦韓式尾牙 說得很難的韓式就是社會最底層 有一餐沒一餐的啦 好不容易一年癌到這個時候 那也是正 總統 總統府正視這個問題 所以讓他們在前面可以吃個胃啊 一年再吃一次買的 然後軍公教們可能在禮拜天會有非常大的那個力量 在那邊集結抗議 會不會造成一個印象說 人家那個飯就不知道吃了 你們在說六萬塊 五萬塊太少 會不會有這個反差出現 這個我們當然齁 因為我們監督聯盟是這一次發起這個 陳情抗爭活動的主辦單位 那總統府在昨天臨時又變更了 這個會議的地點到總統府內部去 所以因為這個創世基金會所辦的韓式宴 就剛好在凱道 那現在這個情況就變成 會變成他們在從早上八點多 你覺得被江一軍了嗎 有沒有被江一軍是一回事啦 但是我們覺得說 一個國家的重大會議 可以這樣隨意的變更 包括就是我上次有講到說 這個總統府的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的國事會議的辦理計畫 他的第四頁裡面就很清楚的寫到 就是全國大會部分 是辦理的地點是在這個臺北市貿國際會中心 那上禮拜呢 後來改到這個中研院去 那他自己又去申請了路權 那我們把他披露出之後 他就把他再改到總統府去 昨天臨時再四點多 那我們也因為這樣關係 在 昨天五點左右 五點以前就到臺北市貿國際申請 變更路權的登記 也完成了所有的程序 所以就目前來講 我們一二十二號 你們已經取得凱道路權了 是 就是已經取得了凱道 還有中山南路 仁愛路 信義路的所有路權 我們是希望就是表達 但是我們是合法的集會遊行 是 那但是我們要講 講回來就是說 剛剛竹城所講到的 今天我們跟這個 創制經驗會這些公益團體辦理的這些 這個韓式 韓東的送暖的尾牙餐會 是剛好同一個地點 是 那不過 我應該這樣講 他們是早上八點多進場 十一點多開始用餐 大概差不多到下午兩點左右 那我們聯盟昨天也緊急開會 就有幾項決議 第一項 因為我有親自打電話到創制經驗會去問 是 他們今年總共席開兩千兩百桌 然後有兩萬多人參與 那每一桌所需要的費用大概要一萬元 因為除了那個餐之外 他們也會給這些參加的弱勢的族群 一個紅包 對 一個紅包 還有一些合理 就是過年需要用到的 對 那我們也有決議 就是今天已經劃坡了 但是因為我們聯盟其實經費也都很有限 因為我們都是低時間 所以第一個是你們絕對不會影響到韓式燕 是 那我們後來也決議 本來就依照這個年金改革委員會 就是從早上的八點到九點報到 九點正式開始 一直到下午的七點 到晚上的七點 那也因為這樣關係 所以你們大概是兩點之後才會開始集結 才會開始有動作 主持人厲害 我們大概就是沒有意外的話 兩點之前就對韓式這些街友們 獨居老人們獻上無比的祝福 是 同時我們也要這邊呼籲說 因為就我了解啦 因為我打電話去創政經營會嘛 那他們是說 今年因為洗開兩千兩百桌 一桌一萬塊就要兩千兩百萬 那事實上是一筆不小的費用 是 那因為去年的經濟也不是那麼好 所以到目前為止 他們還有大概將近三分之一的缺口 所以我們在這邊也呼籲說 如果國人覺得你行有疑慮 也幫點嘛 就像我們聯盟覺得 我們雖然也沒什麼費用 但是如果能夠近一點 愛心鼓勵大家去捐款 那我請教你 我再講一點 就是說 雖然這個過程當中 有這樣的衝突 那我們也覺得 剛剛陳建仁副董講說 我們這個心胸要開闊一點 我覺得真的心胸開闊的是要執政者 執政者就要這樣開闊的心胸 讓我們自己 包括弱勢的族群 包括我們這個 有不同意見的去表達 這樣 那再來就是 我覺得 但是你們去表達 我覺得 為什麼會造成一些 有些人受傷 我要講說 我講一下到底誰受傷 我再講一下 有啊 我的朋友 葉大華就受傷了 我不曉得 所謂 葉大華也是我的朋友 大華也是我朋友 我知道 他受傷 我講一下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啦 我們希望 就是照顧這些弱勢族群 還有剛剛這個 呃 陳建仁副董講說 希望給每一個人 有一個穩定的老年的經濟的生活 至少一基本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就是 呃 這個創世基金會辦理的 兩萬多人來參加 這些人 可能九成以上 都是沒有年金的 瞭解 我完全瞭解 那沒有年金這種情況 他現在講到的 他的草案裡面也講到 沒有 這一次 我知道黃老師 你的態度就是說 總統府你不要只讓他們在總統府前吃我以牙 你要做的就是讓他們有基礎年金 對 就是這樣 白大哥 我要請教你 其實這一陣子我們在談都是軍公教 可是我們必須要強調是說 不是只有軍公教在改革 勞保也要被改革 我們來看看勞保的部分 公跟教我們其實談得蠻多的 勞的部分呢 現在保費呢 從六趴 六點五趴 要調高到十二趴 他要去到十八趴 十八點五趴 你要想 年輕人的負擔有沉重 那那個僱主當然會叫 他說 我是負擔六七成 我的更沉重 再來是勞工的部分呢 當然呢 所得替代率恐怕也會動到 可是現在勞工的這個方案還沒有很具體 因此我要請教你 對勞工來講 怎麼樣看待這次的年金改革方案 我想第一個 那個樓地板要一致 也就是說勞工也要樓地板 對對對一樣 就是譬如說兩萬五或者三萬二以下都不要 不要這個現有的金額去領 那超過這個金額的 那你在依現新的制度去處理 這個部分要一致 不是 我們講的概念不一樣 他的樓地板是說 譬如說三萬二以下的通通都不砍 不是說你拿一萬塊的 我補你到三萬二 不是不是 你一萬塊 我也是給你一萬塊 我知道 那這個樓地板對勞工來講有什麼意義 有有有有 這個 因為如果你調整的話也有可能 譬如說三萬二 三萬二以下的人 他制度性的被改了 譬如說所得替代率 還有費力什麼其他的 那麼如果已經領起的人來講 他會跟著縮水 瞭解瞭解 你的意思也就是說那個 如果我領三萬三的勞工 我只有一千塊會被調整 是 是 三萬二以下的就跟現有的制度領起的金額是一樣的 這樣政府也不會多出錢 對不對 他只是少砍一點點跟軍公教是一模一樣 對對對對 就是一致性 我們就是說這國民待遇原則 大家都一致 那費力的部分 我們是希望這樣全世界大概 大概這個退休制度的費力大概都控制在百分之二十以內 那如果我們這個十八點五再加勞退薪制百分之六 就超過這百分之二十 所以我們是認為應該要在 費力到達百分之十三左右 就應該再檢討了 ok 應該是不是勞退薪制要跟這個 我們現有這個勞保制度合併起來 是 是 金公教也是一樣 因為金公教他沒有金公教保險跟退伍制度 這個兩個制度也是要合併 不然的話 你說真的所得替他你講不清楚 沒錯 他們現在講的所得替他都是退伍制度 他們還有保險沒有加進去 那勞工有勞保跟勞退薪資 這個要加起來 沒錯 所以整個制度要進一步的改革 那麼當然這一次能不能做到 是一個問題 說實在這真的是浩大工程 不過我們再來看看 其實昨天也談得很清楚 因為之前包括全教總 他們說我適時堅決反對 說要搞到六十五歲才能退休 我更堅決反對說六十歲以後才能所謂的領月退 昨天林萬一談得很清楚 再怎麼改 第一個都是漸進式的逐步改 第二個最多最多呢 就調到六十歲才能退休 然後呢 我們上次也談到那個警銷的部分 人家真的很辛苦 出生入食 在火場 你說他六十五歲才能退 才能拿錢 你是要他的命是不是 另外也談到 絕對不會去動 警銷的退休年齡 我在那個下面的淡書就明明寫著 危險勞動與特殊的職務 那老師不可以讓他們危險 如果說危險家長就怕是說我們小孩 小孩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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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沒有這樣 那中小學是高中以下 對 高中以下 中學 大學就是 還大學就一般 因為大學老師有時候要希望七十最好 他可以教一些天下英才也不錯 那警銷也絕對不會是 警銷還是維持現在的 現在就是啊 他們就說 警銷是一個叫做危牢嘛 是 所以現在制度沒有動啊 所以我再請教復秘書長 警銷不動應該合行合理啦 合行合理 這個其實你就支持啦 我支持 你不要說警銷六十歲六十五歲 開什麼玩笑 那老師說逐步啦 不是一下到 因為我們昨天有舉了那個很倒楣的小林老師 真的很倒楣 本來是五十歲可以退 搞到要六十歲還退不了 是 老師逐步調到六十歲退 這個您能接受嗎 他所謂逐步其實不是逐步啦 因為現在在改革的過程當中 其實在那個公務人員部分就漸進的到八五嘛 是 是 那逐年加一嘛 是 所以 那為什麼公務人員逐年到八五 反彈會比較小 而且也真的在實施 那就是因為大家覺得說這樣的改革 可能我還追得到 那就像剛剛主持人講的 這個小林老師 倒楣的小林老師 他怎麼樣追不到 就我們大概有精算過 就目前如果按照林外怡他們所算的 所設計的這一套 大概四十五歲以下的中小教師 絕對是一定要到六十歲才能夠退休 那在裡面包括淑穎老師也是小學老師 也很清楚 在小學現在的生態是怎樣 如 我們也有一項民調出來 就是說 反正八十五的家長 是反對五十五歲以上的老師來教的 就是他們反對教師退休年齡在五十五歲以上 所以從實務上面 從實際的工作面上面 確實有這樣的困難 而且 包括現在家長也很在意自己的小孩的教育問題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部分是不是應該去兼顧到 OK 就再談 可是對勞工來講 我們是已經確定 很快就要調到六十五歲才能退休 對啊 所以這一部分 其實我對老師也不太理解啦 就是說一般我們 比如說我們主播 也有資深主播 也有新任的主播 資深應該是一個 老人都用霸凌你知道嗎 當然啦 也有 也有當然這個跟 跟個人的經歷有關嘛 但是一般來講 資深兩個字是代表一個更好的評價 所以說資深的老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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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家長歡迎 這個我是 我們以家長的身分來看 感覺很奇怪 那國外也是這樣 真的這樣 我知道 但是 但是 這是因為 就是 我說明一下 小朋友很小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是老師可以調整嘛 你也不一定教低年級的 調整高年級的 調整到國中啊 高中啊 所以這個是制度上本來就可以處理的東西啦 那我 我跟你說 國小跟高中沒有辦法這樣跳啦 我 我的意思喔 國外的老師 我們特別請教 就是說 國外的老師 是不是都五十歲 五十幾歲就要退休 他本來沒有這樣啊 沒有 沒有 很多都是差不多六十幾歲在退休 對啊 也是這樣子 那我們臺灣為什麼要 為什麼對資深的老師 會有一個 一個另外一種 一種評價 說你資深的 所以我這個小朋友你就交不動了 這個是一個家長的觀念喔 跟老師現實的情況 需要調整的 來 我請教我們 講一下我自己的 副老師你最清楚啦 對 因為喔 我是六十歲退休的 我的 我為什麼會六十歲退休 因為喔 我中間有十一年沒有上班 那我是後來才又再考回去再當老師 以至於我要 補滿那個年資的時候 是六十歲 那我坦白講 我最後的兩年喔 我是撐著把他上完班的 因為喔 那個 我在教小學 那個活動很多 做遊戲 那個兩堂課下來喔 我就攤在那邊 我必須去跟教務處商量說 是不是可以喔 我只能排兩堂課 然後下半 下面的兩堂課 排到下午去 不能夠連續上 我年輕的時候 可以連續上七堂課 沒錯 沒有問題 可是喔 年齡喔 真的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然後我也待過國中 是 那我前面的是待國中 前面的十年 那後面的十五年是在小學 那國中的話喔 不要以為說 老師到了六十歲喔 還可以待在國中 國中孩子比較大 不需要照顧 錯 因為呢 國中二三年級的小孩喔 那個 你是要追著他跑的 出頭很多啦 對 真的是這樣子 我那個時候當導師喔 我覺得 我那時候還很年輕 剛畢業嘛 我都已經覺得有點吃不消 為什麼我戴的是一個男生班 天啊 每天給我闖一大堆的貨 女生班也可能不見得好到哪裡去啦 可是我要請教老師喔 那會不會是說 因為像您這種五十幾歲 一直到六十歲 還在教小學 真的是少數 所以比較容易說 哇 那個老老師這樣子 大家可能就會 就是有一點那樣子 可是當如果變成是常態 我的意思說 如果在校園中 你就是很普遍看到很多那種 五十五歲 六十八歲 六十八歲不可能啦 五十八歲 六十歲的這種老老師們 我們就不會不會有另外一種價值觀 另外一種對待的方式 另外一種教學的型態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喔 我們如果說 讓老師晚退休 還會造成一個問題喔 現在流浪教師非常多 那你的新陳代謝喔 失資的新陳代謝會停頓喔 那很多在外面進不來的流浪教師怎麼辦 那延到六十歲退 你覺得萬萬不可行 也不是萬萬不可行 像我自己 要到六十歲才能退嗎 最後的兩年我也是 小朋友 我跟他們講 我是撐著把他上 彈心如苦 他們說 老師我沒感覺耶 我覺得你上課很合格 那真的是自己要去調整啦 我家有一老 如有一寶啦 不過 可是我在請教一下白大哥啦 那你還是認為說 勞工六十五歲退 你可以接受 但是你必須認為軍工教也到差不多的年紀才能退 而且勞工也不應該到六十五歲 我剛剛有說明 像金人請消這個特殊職務的 當然是特別考慮 是 那在國外的話 如果老師沒有特別考慮 我們臺灣要做特別考慮 我們是覺得很奇怪 但是現實上 現實上就是他們遇到的環境就是這樣子嘛 那你六十歲能夠再提前的話 有減額年金 他們五十五歲其實也可以退了 那有一個觀念他們就是必須要釐清的 就是說你退休跟領老年年金是兩回事 你不一定退休 我們勞工也有四十幾歲就退休的 那四十幾歲他也不能領年金啊 他也是等到六十幾歲才領啊 是 那現在他們都是金工教 他們就是把退休 跟領老年年金兩個合在一起看 那勞工沒有辦法再看啊 我們勞工很多微勞的工作 比警銷 比金人更微勞的也是很多 定伴沒有的啦 打贏價的啦 對啊 你像那個職業災害最多的就是勞工的職業災害啊 對不對 那你現在那些人可以可以說四十幾歲五十幾歲 退休就領老年年金嗎 也是不行嘛 是 所以我們的希望的看法就是說 當然有些特殊方向 像金 金人 警察 消防人員 這些當然特別考慮 是 那其他的你說老師是多麼的辛苦 危險喔 那我們一般的勞工做這種工作的類似 不是說他們的教學環境 其他的工作環境更危險的也很多啊 所以有時候喔 而且國外也沒有這種例子嘛 所以我們是其實基於現實的環境喔 對他們六十歲 我覺得 因為國家已經是很 已經是有很慎重的考慮 所以對你來說就是要講白啦 很慎重的考慮啦 不應該在這邊再抗議啦 不過我要說明一下喔 這個 因為白理事長這樣講 我覺得不是很客觀啦 請說 因為各行各業喔 有他辛苦的地方嘛 就像剛剛傅老師講的 他在最後兩年事實上撐過來的 那對於教師來講喔 現在來講 除了這個工作 最主要是勞心啦 最主要勞心 那當然也有勞力嘛 尤其中小學的部分 我們確實還要負擔很多其他 額外的這些活動或工作 那當然勞工的部分 可能就是勞力為主 但是如果說有一些 勞動者的定義不是這樣的啦 有一些比較說三 就是那個科技新貴的部分 他當然也是勞心 那當然我必要講說 每一個職群 他的工作壓力是不一樣的 所以不能因為講說 你看起來好像 就是你的工作環境 不會有那麼粗重的工作 所以就覺得沒什麼差異 瞞著說不會怎樣 但這個過程確實在台灣 我剛剛講 家長重視教育 我們現在在校園裡面的 幾乎我隨便舉個例子 只要是中小學的導師 幾乎都被要求要建立一個 這個班級的LINE社群 LINE社群 就LINE啊 LINE軟體的 我到現在不太會用LINE 對那但是呢就是這樣 每天就是有家長問啊 學生問啊 不管是課業或生活上的問題 我必要講說真的是 沒有下班時間 真的很辛苦 就是我太太 十二點都 晚上十二點都還在LINE 我說你是比較少LINE 你說老公會不會這樣 一般來講不會這樣 因為就是準時下班 假設有上班時間下班時間 如果他老闆 但是我們過職的話也是半夜 是啊是啊 柯P也常常半夜LINE 是啊 但是我就說現在的中小學的狀況 就是這樣子 對 各行各業有各行各業的辛苦 對所以剛剛你講說 但是你講的 你剛剛講說我們教師行 感覺沒有像勞工辛苦來勞 是不是 我說勞工也有比你們更辛苦為勞的行業 當然當然 勞工的辛苦 我覺得勞工真的是 對 我再請教一下那個 副秘書長 是 那不管怎麼樣 不管你們支持也好 反對也好 禮拜天就是要開國事會議 儘管會有很大的衝撞 我都可以預期 然後呢520之前 一定會有版本送到立法院 那在民進黨可以那個 掌握大多數的情形下 大概今年底應該會通過 是 接下來你們期待政府 用什麼方式來溝通 我現在是講 像這個 一般來講 軍公教的雇主是政府 那政府呢 應該找我們軍公教來溝通 有啊 不是那個總統府 跟國事會 他找了一群很奇怪的人來溝通 比如說我舉例來說 沒有 我舉例來說 像 這一次禮拜天的國事會議 有250 對 250個代表 沒有邀請全教產嗎 沒有 沒有 我還特別在上禮拜 特別打電話到聯金辦公室去 劉老師有去啊 對啊 劉老師有委員 每一個很多團體齁 都有在 除了自己本身 他有委員之外 還有另外代表 我不要講 上禮拜 我親自打電話到聯金辦公室去 打那個公文的 他發出來說邀請的公文的 結果 如果 我 他 那個承辦公室跟我講 他們是委員單位 他不負責 要我直接親自再打電話到 行政院的聯金辦公室去 後來我就打電話去了 他說沒有 就是沒有 我說我們 針對這個聯金改革議題 開了十幾次的記者會 發布了至少五六十篇的新聞稿 為什麼不讓我們進去裡面 可是你們監督聯金改革聯盟 不是有代表 監督聯金改革聯盟 歸監督聯金改革聯動 但全教產 全教產沒有任何一個人 包括劉雅萍 劉老師 劉雅萍他是委員 他被保障的 但是我們這邊都沒有 劉雅萍不就是你們的那個重要幹部嗎 不是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這樣 因為我們跟雇主是契約關係 是 就好像我跟我太太 如果要離婚的話 我們兩個談就好了 找那麼多旁邊人幹什麼 旁邊人越談越不好 我們要純粹 哪有什麼旁邊的人 有啊 所有的人都是在這個 不是 國家裡面啊 怎麼算旁邊的人啊 像我們談軍公教 公務員的待遇 就 那個什麼劉大華 劉姐姐就不必來嘛 葉大華 葉大華 葉大華就不必來 我們 我們就談 所以我覺得政府要勇敢一點 比如說今天開始 他就找 他是所有的領域的人都要進來 你不能夠講說 他們不是我們這個領域的人 他不要來談這個問題 他沒有他們的看法 他的看法是他的看法 我今天我可不可以跟 所以每一個人都可以 表達自己團體的意見嗎 我知道副秘長 表決你的財產 他的建議就是說 接下來 軍人就好好跟軍談 公就好好跟公談 公的好好談 我不要再講一個 國事會議裡面 他的代表性是有問題的 我在這個分區座談會的時候 我們有看到北區的名單 北區名單裡面 絕大多數除了民進黨的代表之外 還有民進黨的 我直接講 副屬組織的代表 這個東西 如果我今天面對的媒體 我今天面對的媒體 我敢這樣講 如果我講的有半句是虛假 那請把資料呈現出來 大家來看就知道 好不好 對 布老師你的建議 我覺得這個當然要 所有的團體都應該要邀請 是 但是不應該這樣子操作 以上節目 可在公視網站 加七服務引營網 隨選觀看七天 好節目不錯過 公視加七 讓精彩繼續 兄弟怎麼這麼糟啊 這個月 上個月 你還從公視的帳戶 轉錢去投資 你直直 教教姐不知道嘛 她要是知道的話 就會馬上叫我去她爸公司上班 我老公常笑我說 那個白煮蛋怎麼可以沾糖吃呢 白煮蛋就是要沾糖吃 我最喜歡的導演就是黑澤民 那像什麼 我在門我看了五十幾遍 如果妳真的懷孕了 肚子裡的小孩一定是我們對不對 最近我滿腦都想著 那怎麼結束我肚子裡這個小生命 一年一度的外交小真兵英語種子選拔賽又來了 從全台灣100多支隊伍中脫穎而出的18支隊伍 將透過精采的表演 演講 以及抑制問答 來展現出台灣青年如何開創國際視野拓展青年交流 外交小真兵1月21號早上10點就在公視一到 公視二少新聞節目 青春發言人要辦Party囉 我們邀請的神秘嘉賓有 台灣霸 端傳媒 臥草 報道者 眼球中央 風傳媒 年輕風新聞 聯合霸新媒體中心 我們要告訴你在新媒體的時代 媒體都在做些什麼 最重要的是你的參與 快向青春發言人官方網站報名 青春發言人 等你喔 世界衛生組織警告 空氣污染每年奪走700萬條人命 工廠 冬季供暖和往來交通 所釋放的有毒氣體和細懸浮為例 成了隱形殺手 在每個瘋狂瘋狂 無論是人生病還是不 瘋狂瘋狂的表面 科學界紛紛敲響警鐘 對抗這個公共衛生排名第一的環境風險 1月20號 週五晚間10點 窒息的嘗試 不可思議的鯊魚種類 這些海底殺手們的秘密生活大揭秘 鯊魚的日常生活與生存危機 與最難得一見的真實面貌 1月14日起 週六晚上8點 生態全紀錄 四海巡沙 就在公共電視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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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